前台建造發放量向上趨勢 2022年的時候還發了13萬張 今年前三季就發了超過10萬張 估計全年也會超過13萬張 到了明年後年 還會有創下史上最高紀錄 未來幾年將迎來史上最大腳步潮 但也意味著在央行一坡坡 重拳政策下 部分買方面臨貸款乘數 不如預期窘境 可能出現資金缺口 像是要換屋 選定預售屋的連跑三次間銀行 差點籌不出錢來 銀行這邊就是直接跟我說 它就是基本上 就是沒辦法再借我錢了 我覺得央行基本上 它就是急就張的 推出了一個打房的政策 想要讓大家覺得說政府有在打房 可是實際上它可能有忽略掉 一些食物上面的一些大家可能面臨到的一些需求 不只它還有親友買房因為貸不了 得面臨被斷頭狀況 央行就公布五大銀行十月新增房貸876億元 是八個月來新低 新增房貸利率飆升到百分之二點二零一 也寫下近十六年來新高 購物人他們在貸款上面會遇到比過去更大的壓力 那包括了像是換屋主義 或者是說可能手上還有持有不動產的其他的購物人 那在這個狀況之下的話 他們在購物時大家要準備一個相對比較多的自備款 那除了這個事情之外的話 建商端他也感受到相當程度的壓力 也就是說打了半天價格還是不醉 全台運售屋總價九月的中位數 首次突破1600萬元大關 單價占上每平四四萬元 比今年1月和4月的中位數飆升許多 顯然真如市場所批 央行政策不夠完善 那我的市場一團亂 東森財經新聞 劉子彈 劉盈在Tail島 早餐店 咖啡廳還有超商一家一家開 士林捷運站 公車就在旁邊 但轉個彎 整片看過去幾乎都是老宅 而這裡還藏著一間奇葩的廢墟屋要出租 就在士林區一間14坪的二樓透天房間 離捷運站走路只要3分鐘 但這裡的月租金竟然只要1萬塊 跟當地的行情價對比就至少省了5000元 聽起來非常吸引人 但往屋內的狀況一看 木椅 塑膠盒畫作全部隨便丟在地上 看起來堆到小腿高度 整個房間都被塞滿 一個人要通行都很困難 如果不是掛在租屋網站上 還以為這裡是雜物間 房仲還特別標註 房間內的物品都要房客自己整理 民眾看到全都很傻眼 這間廢墟屋14坪隔出兩房一廳一位 市頂樓加蓋月租1萬塊 但有不少人認為光運垃圾可能就要破萬了 感嘆大台北1萬只能租到這樣的房子 再看看數據 10月主機處公布物價指數 房租就漲了2.53% 連續兩個月上升 我覺得主要是功不應窮 因為需求量其實滿大 加上現在台北市 雙北 整個台灣的房價偏高 在這個情況下 大家又沒有能力去買房子的情況下 反而就會去租房子 需求轉嫁在租屋市場上面 租屋市場需求大於供給下 不只租金持續高漲 房源也越來越差 只能說租屋主想找個家容易嗎 中文財經新聞 劉子彈 蔡英佩 台北報導 格局方正 但從裝潢來看明顯是中古屋 一房一廳一位11.87坪 開價1180萬 換算每坪要99.41萬元 位在新北市永和屋032年中古屋 單價已經逼近百萬元 很大原因是地下人稠 在全台灣你覺得哪裡最多人呢 根據統計 如果以每平方公里來換算的話 新北永和有3.95萬人 而新北盧洲有2.78萬人 另外一個在高雄新興 有2.73萬人 交通便利再加上人口紅利 讓大台北地區房價更是一漲難跌 尤其是中永和的地方 更是除了機能好之外 它過去的房價相對於其他 像板橋 山崇 鹿洲這些地方 就比較低一點 所以那邊的人口的密集度 會比較高 所以房子的周轉率 也相對來講比較好 租金的周轉率也比較好 買房租房租金或房價 等於都回不去了 偏偏能幫忙 減緩壓力的新金安房貸 審核卻越來越嚴格 我覺得還可以再調整 我覺得還可以再有更多的方式 可以再納更多的意見或方法 我覺得這樣會比較好 比比10月受禮戶4599戶 比9月大減1065戶 拨帶金額370.47億元 少了21% 整體下滑累積5個月衰退 現階段政策上面 會有一定程度的要求 所以其實新金安在審核的 低限過程的時候 它就會相對比較嚴謹 也會搭配一些相對的勾集 比如說戶籍所在地跟標的物 本身是不是在 同一個縣市裡面 或者說是不是有一些地緣關係 從原審查放款水位過高 再加上央行控管銀行房貸 三大關鍵 都讓新金安申辦更難 也難怪這回央行一波波政策 惹得市場名怨四起 東森採集新聞 毛招品劉營在TELO島 高聳建築處立在北市淡狂區 不只價位高 樓高四十二層 更是大值第一高豪宅 住戶身份非富即貴 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也住這裡 豪宅不只比第一段 還比名人加持而畏 在中山區這間外觀氣派的建築物 今年前三季一共有13筆的交易 總銷金額超過40億元 成為今年最熱銷的豪宅 今年七月中樓存戶以3.6億元成交 40樓左右的單價平均交易大概是250萬來說 跟他的低樓層過去有的價格單價是140萬 低樓層的這些住戶朋友 他可能看的就是一個低門檻取得豪宅俱樂部的一個入門券 就是要革命人當鄰居 一人彭于苑居住的田母豪宅 今年8月中低樓存戶以總價2.6億元交易 賣方持有6年轉手增值1812萬元 等於平均每年賺超過300萬 北市不只豪宅熱賣 國宅交易單價也很驚人 但去屋林38至41年國宅 近一年紛紛創下社區歷史新高價 成交突破百萬 11月六都家新竹等其他都會區的二手物代做存量 甚至是2022年3月以來的一個新低 顯示賣壓仍在一個合理的水位 儘管北台灣興建案市場概況 10月燈號為綠燈是連續第三個月下降 不過專家指出 剛性需求持續房價不會跌 反倒是央行政策要檢討 沒對症下藥還鬧得市場一團亂 東森財新新聞神運團收小縣台北報導 讓我來繞去這裡紅線那也紅線 想停個車沒有想像中容易 找來找去片尋不找車位嗎 結果有車主想到這一招 就是把自家的圍牆給拆掉 把車子直接停進去 用三角錐把車子圍了起來 不過喬喬一邊圍牆被敲開 另一邊磚塊還堆疊在地上 這立刻引起網友議論紛紛 有的說是鬼才 有的還說早在20年前就把圍牆打掉 也變成車位 不然這裡停車位 我剛剛穿起來好像是3800一個月 屋主大出奇招 把小庭院變成迷你車位 但這恐怕會違反建築法25條 因為未經核准擅自拆除 可能會影響建築結構 從現場拆除的牆面來看 那已經破壞本來牆面的結構 那目前是已經沒有支撐 那牆面很容易有傾倒的危險 冒險大改造停車位 恐怕也是沒辦法中的辦法 尤其是台北市一位難求 根據統計截至113年9月底 台北市汽車隔位11萬1480格 比去年統計少了85格 大減0.1% 不但變少還變貴 因為坡道平面車位 一個平均260萬 是每坪房價的3.41倍 機械車位164萬 也是2.15倍 距離我的遠近 車位數到底還剩下多少 我開過去到底有沒有空位可以停 因為在台北市 停車是所有市民朋友的痛 那我們體認到這種痛點 我們希望開發一個APP 讓所有的市民同胞們 在找尋停車位是很方便的 因為車位實在太難找 還有停車廠業者 自行開發松徐車位APP 畢竟市區空間非常有限 只能結合線上科技 幫車主們想想辦法 解決停車這個大難題 東森財經新聞呈號評論 已經在台湖道